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和听众大家好 又回到星期六晚九点半的 《废除功能组备》节目 因为Michael是另一位主持 因为他去了台湾上了什么课 文进党竞选学习班 所以他今天还没回来 所以我们身边有两位帮忙做代嘉宾 代主持的朋友 Eric和Johnny 也有我们的嘉宾 今天就是Rocky 上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 究竟现在政改就过了 你骂民主党也好 无所谓 现实就是政改就过了 究竟如何去处理日后 或者如何去面对日后的民主运动的路向 我们其实也有另一位嘉宾 但因为他还在赶来 他在途中 我们应该很快便会赶到 但没有办法 时间上我们一定要先开始 另一个嘉宾就是马涛黎 他正在赶来 很快便可以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 我们这个节目 也是邀请不同党派的成员 去探讨将来的民主运动 我们应该怎么去看 应该怎么走呢 应该去做些什么呢 所以我们今天 其实就有不同背景的人 我们请了两个社民联的成员 另外就有民主党的Munky 做主持 Eric就是公民党的 Johnny就是这个 无党模派的 就是独立民主派的 无党模派 无党模派 可以叫做Layman 可以算是Layman 大家叫各个外婆去讨论 正如刚才Munky所说 正改 你支持也好 不支持也好 客观现实就是过了 将来的民主运动怎么走 今天就想去谈一谈 我想大家知道下个星期日 8月1日在中文大学 有一个民主派的英甲论坛 或者这个可能是一个热身菜 不久都未顶 大家也讨论相近的话态 不是 先讲到英甲论坛 先宣传一下 由于我有份参与的关系 所以也宣传一下 不过又在中文大学 神像旁边 如果天愈好的话 没有天气问题 就在神像旁边 有天气问题 就会搬进一些室内地方 就会由他们这个鹰派 就有马草黎 声舌医生 快别万别 还有尖马之声那边是Jacky Lim 还有一个甲派就是八甲党的我 柴文寒 冯伟光 欧乐圈 还有我们还在找其他人 看看有没有人想过来一起谈 如果找到其他人 大家一起去 如果大家有兴趣一起去讨论一下 或者想来质询一下我们 或者其他各方面 都欢迎大家八月一日 去到中文大学那边 一起谈一谈 详细的时间 实在对不起我 现在一时间制计不了 大家上Facebook 大家上Facebook 一时间我都不记得 主办机构的香港青年智库 没错 主持就是王一行先生 是的 还有个commentator 还有林子健 林康正 还有一个黎恩浩 这几位 所以大家欢迎来 回到今天的节目 但也有一件事 要跟大家继续抱歉 就是我们的封烟 由于这个地方是未处理好 大家不要说我怕了你的封烟 我实在没所谓 你封烟进来骂我 你封烟进来讨论问题 但是实在是因为技术问题未处理好 大家可以做正 所以没办法 暂时还没做到封烟 现在我们都在研究 怎样走上人网的check room 刚刚上到了 我们就会继续看着check room 大家有什么意见 都可以继续在check room 给我们 可以一直交流 他们只是去香港人 他们认识的 他们认识的 是我们这些不会走上去 我们主持反而是 其实是多顾紧迷 主持反而是 是多顾紧迷 不出奇的 这些 所以可以交代所有问题之后 我们终于可以开始这个讨论 其实最主要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想大家都关注 日后所谓的泛民主派 这四个字 是否仍然是一个存在的组织 或者是一个所谓的群体 当然也有很多人说 民主党已经不再是泛民主派 我们要踢走它 甚至曾经有民阵的成员都说 不如踢走民主党 之类那些 究竟是民主党 民协或者李国伦等等 其实是否仍然是属于 泛民主派和泛民主派 这个日后可以如何定义 或者是否需要去定义 或者再跳阔一点来看 泛民不是说应该要包括哪个成员 或者不包括哪个成员 之而是究竟泛民主派 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呢 其实我们要讨论的应该是这一样 而不是说哪一个是哪一个 其实会不会有问题 就是有机会泛民主派 根本就已经是没有了这个词语呢 反而有可能 所以我们应该是要退回去 最基本的就是 究竟什么叫泛民主派呢 可以挖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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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理解就是说基于一个原则就是公民平权 就是政府为什么可以成立到呢 为什么它可以作为一个所谓的管治者呢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 政府必须得到人民的授权呢 才可以所谓登廖堂之位执政 因为我的基本概念就是说 一个公民平权的一个最基本的概念 任先生来了不如上座先 不好意思 不要紧 不要紧 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如何理解泛民主派 泛民主派今天刚刚萧生也有解构过 在铜锣湾台湾专用区里也有说 萧生说泛民主派其实很简单 一个理念一个共同目标 就是为了否决不良的政改方案 如果没有了政治或政改的议题 其实泛民其实何需要摆在一起呢 对不对 譬如如果民生议题 因为其实各党各派都有很多不同立场 社民连可能有些走得比较 就是要乎傾 或者走向基层路线 但是可能民主党 或者其他的公民党 这些可能都未必一样 或者可能都会走一点 有时候是比较柔一点的倾向 所以其实如果泛民概括一点来说 或者整体上怎样为之 要组织在一起联合起来的话 只有单一议题 基本上就是要否决政改方案 或者要令到香港的政制真正的向前走 就是泛民的阵营需要做的事情 如果你说泛民 那即是泛民永远都只是一个 属于说政制制度上的概念 就不是说其他东西 如果以你的定义是否 是的 我也同意萧生这个定义 即是说都是 政制方面联合起来就泛民 当然我另外的理解 或者我和萧生的论述有一个不同之处 就是我会觉得泛民 其实我觉得不应该由政党去组成 即是我觉得是由选民去组成是很重要的 即是说一些普遍来说支持一个全面普选 全面直选的选民 这一班人就叫泛民主派的支持者 就是泛民主派阵营里面的参与者 就不应该用政党去训组 即是无论民主党也好 公民党也好 社民也好 如果他朝有日 甚至乎现在发生 我们看到很多微妙的变化 如果有其中一个政党 或者某些团体 是真的脱离了 或者真的不再支持所谓泛民的理论 政綱立场这些 其实我们可以随时不要任何的政党 即是我们没有说需要用政党去区分 这个泛民主派的领域或者光谱 甚至乎范围 那我自己个人认为 是应该用投票者或者参与者 或者支持者的身份去界定这个泛民主派 例如如果有五十万人 这次五区公投出来了 这些肯定是坚实的泛民主派支持者 那我们就用这五十万票去界定了 一个基本盘 一个泛民阵营里面一定有的一个支持度 那我反而觉得用一个支持者 或者用一个立场的一个参与者 就更适合一些 那如果你说用一个立场的参与者来说 但我想问一下 如果立场永远终极本派是一致的 但有时候如果大家的路线 是有少少不同的 其实 或者跳出市里看 如果我们是用群众来看 那我想不会有人去否定 那五十万公投投票的人 是坚定的民主派 那我们一直都说香港有六成市民支持普选 那今次很明显的 如果拿回5月16日 就有很多支持双普选的人 是没有出来投票 那我们应该如何去解读 解读或者如何将这群群分类呢 我想这是一个 所有搞民主运动 或者争取群众支持的人 是一定要说得清楚的一件事 是